大家好,欢迎来到POPPY的单词小课堂第二期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单词历史上的乌龙事件 什么叫乌龙事件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国幽远的四大发明 其中之一,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活字印刷术 那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国的文字呢,才传播久远 历史非常的渊远流长 那在欧洲呢,其实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在欧洲,活字印刷术是16世纪才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的 所以在此之前,他们的数级的传播 其实主要靠的就是一个途径,就是 对了,抄写 那抄写呢,一般来说分两种 一部分是比较有知识的人 他们所抄的都是那种造价非常昂贵的精装版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些抄写员们 抄写员们其实非常的简单,叫做 The Scribes 比较好理解,Scribe作为一个单词可以表示写,抄写 所以前面加泽,后面加S,所以表示抄写的那一类人 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抄写员,The Scribes 那这些抄写员们呢,一般来讲都是神职人员 他自己本身有比较高的文化造诣 所以他抄出来的书呢,相对来讲字体比较优美 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们的作业环境 经年累月的去干一件非常单调的事情 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无聊 即使他们拥有现在同学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带有写角的书写版 他们还是难免忙中出错 那么忙中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错呢?在这我们就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背景知识 如果大家有一些外国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在写字写文章的时候 更喜欢的是把所有的字母全部写成大写的模式 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比较喜欢小写这样的格式 所以呢,经年累月我们来看一看CT和G是怎么样慢慢的混在一起的 请大家非常慢的看我书写这个大写的G 看到了吗?那慢慢的呢,随着抄写不断加深 CTCT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G 所以呢,大家在看一些词汇书当中的词根词坠记方法的时候 看到有些词根是CT等于G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实际上呢,他们就是由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而来的 那由于这样的原因呢,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两个 CT等于G的词根,第一个呢,就是ACT等于AG等于do 那这个词其实非常的简单,ACT作为一个单词,它就叫做行动act 对吧?所以慢慢的AG其实也有do这个含义 那我们先看看ACT这样的一组词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那我们说我们行动的人是不是叫做演员 那行动的女人们是不是叫做女演员 那action,行动的名词是不是就叫做行动 值得一讲的呢,是最后一个词叫做actionable 那前面的action叫做行动,后面加able 形容词后缀是不是叫做能够行动的 什么意思?给大家一个场景 比如这个人招我了,好,我要去告他 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actionable 这个词的专业翻译叫做可以被控诉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告他叫做actionable 可以对他采取行动,让他在法律上对于我们有所补偿 所以这个词actionable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词根AG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些词 最简单的一个词叫做agent 那这个词呢,非常的简单 以NT可以表示人物的后缀 之后会专门给大家出一期总结人物的后缀的一些常见词缀 那我们先看这个词叫做agent ag我们叫做do 后面的ent叫做人 所以做事的人 我觉得这个词大家从理解和记忆的层面上来说 把它背成做事的人是最为合适的 因为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agent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 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那比如说呢,很多人可能 如果你比较喜欢看欧美的一些警匪带的大片 你可能会经常的看到FBI去办案 那这些人呢,我们统称为agent 那你可以叫做某某某探员,某某情探 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看那些间谍的大片 比如说CIA 那这些人我们也可以管他叫做agent 只不过我们中文翻译成特工某某 还有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某某办事机构当中看到一些营业员 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他们叫做agent 只不过他们所在的地点不同 或者是说他们服务的机构不同 我们给他们取的名字就不同 从这个词我们再给大家引出一个办事的地方 叫做agency 我觉得这个词大家就记机构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其实就是你做事的地方 最常见也是最常用的就是travel agency travel我不写啊 那travel agency啥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做旅行事情的地方 所以travel agency我们管它翻译成旅行社吧 那如果agent这个词形容在travel agency里面办事的这个严业员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管它叫做什么旅行协调员之类的 对吧 好,那再往下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词叫做agenda 其实这个词比较的简单 我们把它翻译成日常安排 如果大家去参加一个比较大型的会议 那这个cater呢相对来讲可能比较靠谱 它在这个会议之前会给每一个与会来宾都翻那么一张纸 那这张纸呢可能会写明几点 谁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中间我们可能会有个coffee break 那再往下呢可能午餐在哪里 吃什么 然后下午什么样的安排 那么agenda这个词会出现在这张纸的哪里呢 咬头的位置 什么意思 我们把它翻译成日常安排 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去记 其实我觉得用行进的发音其实是最好记的 那ag呢我们把它叫做do 就是做事对吧 后面有一个anda 是不是很像calendar后面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就是做事的日历 那是不是就叫做日常安排 所以叫做agenda 再给大家讲一个词叫做agile 那agile这个词呢作为形容词 可以表示这个人非常的灵敏 理解起来也比较简单 ile它作为一个形容词后缀 其实就是做事的 那什么叫做事的呢 我们就可以想象成一个人特别会做事 那这个人要么就是头脑特别灵活 要么就是身体特别灵活 所以agile这个词确实也可以表示 一个人头脑和身体这样双层的灵活 你形容哪一个方面都可以 好那我们就把act和ag这个词更加完了 除了act和ag 我们还给大家总结了一组ct和g互相混的词 就是sect和seg 它们做一个词根呢 其实都表示cut表示切 我单独的给大家讲这个词根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刚好认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词 而用这个简单的词 我们把某一个词根记住 那这个简单的词呢 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它了 叫做section 应该没有人不认识section吧 是不是sectionA sectionB A部分B部分对吧 所以非常的简单 sect呢表示切 身是一个名字后缀 所以我们说切下来的这部分 是不是就叫做部分 部门等等 所以叫做section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词 我们记住了sect 它作为一个词根叫做切 而我们又知道了历史上的乌龙大事件 也就是ct等于g 所以seg其实也可以表示切 好 那我们再看看sect 还有没有其他的词 非常的简单 后面加上一个or 那我们说or要么人要么东西 所以切下来的人 好像听起来怪怪的 所以sector叫切下来的东西 那实际上它还是可以表示部分 只不过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大的群体当中 被分离出来的这一小的部分 好 再往下我们再看看seg 那这个词呢 其实跟section 它的组成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sect和seg完全一样 深和ment全部都是名字后缀 所以还是叫做切下来的这部分 segment还是我们翻译成部分 片段等等都可以 比如说最简单的 给大家一个圆 我中间切一道 那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叫segment 没问题 它作为一个动词 其实也可以表示切的这个过程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词叫做segregate 这个词呢是相对来讲今天 所讲的这些词当中 比较有难度的 我们可以上升为gre的这个级别 哇 看看它是不是具有gre的特点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怎么样去记 那这个词呢 其实它涉及了两个词根 第一个叫做seg seg叫什么 还记得吗 叫做切对吧 还有一个词根呢 叫做greg gre呢这个词其实可以表示群 所以我们说把一个群体切开 什么意思 那这个词字面译是不是就是把一个群体切开 那我们说一说怎么样去联想 这个词呢 我们说第一个可以表示隔开隔离 第二个呢 我们也可以表示特定的把某一个人种隔离开来 也就是翻译成种族隔离 所以其实在这个词呢 我们在记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想象成把一个人群分开 那简单的分开也行 把这个人群按照人种分开也行 那这个词就出来了 segregate 那后缀ate 我们说决定这个词的词性 那ate呢 一般来讲比较典型的 一个是动词后缀 一个是形容词后缀 那很显然这里是动词后缀 所以segregate叫做把一个群体 或把一个人群分开 种族隔离的意思 segregate 好那今天的小课堂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不要忘了投币 收藏 点赞 准发 等等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